欢迎收看4月12日星期三的Bilance Show Market 阿托 早安 早安 今天重大新闻方面 一定要看特朗普先生的言论 为什么呢?因为日前黄金、油和日元有强劲的反弹 原因为何呢?就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个演说或者说法 他说美国已经准备好独自解决朝鲜问题 看回那个短句 他说如果北韩问题有中国帮忙就最好 否则其实美国已经准备自己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其实美国也派了这个航空母船的战斗群迫近朝鲜半岛 就是好像山羽肉来之势 除了美国之外其实牵涉的地方仍然有其他的 比如说俄罗斯又在这里说了美国干涉这个敘利亚问题 朝鲜又强硬回应就是说随时我们可以反击 如果美国做这些行为去侵他们的领土的时候 他一定会即时反击的 即时商品和日元的反应都明显 想问回Octo 其实这件事除了刚才说 对商品某种货币的波幅之外 其实预视性或延伸性有多大 不如这样 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那一句 想知道市场如何行 简单来说明 其实大家应该觉得今次会容易理解 因为上星期五始终是失惊无神出现59响礼炮 其实市场已经有运动 如果昨天消息出来 是否有导致价格上升 例如看到金额有升 反而大家要留意到 但不是升很多 也没有破到顶 为什么会这样说 始终是刺路迷路 以前我们都会遇到很多东西 其实你遇到一些突化 而影响到市场 所谓打仗 看什么都没用 只能看价格有多少 因为很难做一个量化比较 他说这句话很空 他说航空母艦到了 是否代表了 或者打了两格下来 是否有意义 没有按例参加 没有做量化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在我们话题里面 我们可以说很多 说两天都可以 但反而在价格上 总之看不到它移动 你就不要认为未移动 所以这件事我要告诉大家 大家要知道市场已经没有反应 看不到它移动便不移动 没错 这真是事实 我们也看到上星期五 虽然看到金迷升了两个 但如果大家很仔细看 分开得很远地 同一天升了两下 第一下很肯定地 因为这件事已经抽了20元 10元左右 是穿位计的 我们计算有50元 反而晚上移动 我不认为这件事有关 但都是金星的 所以大家要知道 如果市场的确有反应 同一时间 看到美金没有太多 但日元和瑞士法郎的确是转强了 所以我们可以随着 第一个问题 刚刚初学者 遇到这件事便会知道 原来有这些突发消息 是会令到金星日元会升 瑞士会升 所以如果再撞到真的打了 或者俄罗斯又袭击什么 现在我觉得比较特别 价格上大约理解到 我记得昨天看金市策略 买升穿1270水平 昨天看图 昨晚的升势是否图表上的反弹 不是反映对事件的回应 要这样说 当突发消息过去 这些事不论价位入市 其实会升多少 我记得当时有很多客人都会问这些问题 我不知道一格米架机 金等如要升5-10元 所以不能量化 所以我们只是说今次最好的地方 我们可以见到星期五 一个突然其来的事件 令到有波浪矿 但第二次其实威力未必有这么大 所以昨天见到金相也不见得多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不要认为这件事很顺理成章 一定会发生 另外到现在发生的事件 我觉得很诡异 特朗普说话吹水不抹嘴就惯了 但我们唯有用理性去看 我打死也不太信 美国人够胆同一时间开两条战线 又聚你又朝鲜 没可能 因为大家要知道 其实你看到几次 就算第一次波湾战争联军打他 到之后的阿富汗战争 第二次的伊拉克战争 美国人真的要全面动武 把工具搬过去 大家还记得今年或去年年尾 世界一的航空母艦都没有在外面 而且今次说是卡尔文 我忘记了名字 其实不够 如果真的要打 看牌场就不止 要做巡逻 一架航空母艦战群 如果真的要打就要两架 但全面打 搞缺事起码要三架 卡尔文心号 你知不知道 只是这个航空母艦战群独立 已经是全世界排名第20 即是他这个战斗群一架航空母艦战群 战力已经等于全世界20强国家里面 威力有多厉害 所有中东战争都有参与 所以阿粗又是无敌航空母艦战群 不过我又想告诉你 就是他粗得过劳 今次你发现他要回头 所以两边有些故事失比 如果你这样去看 虽然我射59个导弹 其实是很容易 最多说我射得中不中 会否翻兜 你都会觉得不会全面 但如果真的要全面 大家就要很小心 敘利亚那边如果真的要打 你真的想着俄罗斯不吵你 你要搞清楚 俄罗斯和美国大家都知道 大家是核国家 我们一直都玩第三人战争 我扎加伊扮认不是敘利亚内乱 我进去打 大家都可以很下台 所以那一套打 你都会想着会弄到谁 北韩更大件事 大家都知道 你真是够姜打 如果你真是打 你真是预计了 南韩就会解决 我经常听很多评论 是否跟之前搞定杀德有关 大家要明白 真的千万不要 我们现在看到美日联盟 或重返亚太 导致很多跟美国有盟友的国家 认为有美国支持你 可能有很多事可以解决 现在有机会的韩国内战 但大家千万不要 就算是韩国人 如果大家是外南韩的明星也好 或者所有东西也好 大家应该要告诉南韩人 千万不要将自己的国家 变成美国的靶场 大家要明白 说杀德的时候 大家要铺天各地 要知道 即使你怎样控制北韩的所有东西也好 南韩差不多整个首尔一定不会留在 因为即使杀了金正恩 你能够杀所有北韩的人 一定有人反击 所以即使南韩会变成以发展国家 会变成以发展中国家 甚至乎会变成落后国家 可能要接受援助 所以我想说 如果有这么多千丝万扭的关系 其实想代表美国真的不能自己一个人说了事 你这样下去 你真是代明 你说不喜欢有WTO 现在连联合国可能也想不要卖 而且你是违反他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现在应该是去到外交角力的时候 未必大家会觉得 所以市场的反应不是这样 是合理的 反而我想说既然是这样 你敢反转做也可以 不过国家是值得这样做 是否沽回金下去 或者买美金又会升上去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好几次的战争 都有几波波动 第一下突发 之后可能很多事情会有相反 我很记得打波湾战争那一刻 一开炮便会跌至40元 大家要留意 Octo的金市策略 这时候入金是否没有好处 说完战争相关 我们会继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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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机委的训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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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美联航CEO也要重新道歉 它的股价一度飙升500 跌至4% 道歉后跌至1% 有没有坐过美国的内陆机 不太记得 内陆机也没有去过美国 有些东西已经超过了 大家会知道现在美国航空 好境又行不好境又行 事实上乘飞机已变成一件辛苦的事 内陆也一样 还要在美国 有种族歧视感觉的总统做了很多事 美国人民因为航空 发觉美国很有趣 公共交通工具不是很多 飞机算是加长变化 延延、超级计划 经常发生 有一次过澳门 船不满 可以怎样安排 因为这些好事 真的搭长途巴士的感觉 但这次大家应该感觉到 有些事不对路 甚麽不对 这件事是否借题发挥 因为现在美国担心死亡会否有种族问题 又会有白人主义 或是否欺凌其他种族 甚至乎美国有否行为失当 似乎很多事大家都可能会见到争论 所以这件事发生了不长时间 但现在变成全球焦点 尤其是美国 大家逐渐会见到 似乎一些社交媒体 真的可以令人一夜成名 或一夜出事 或一夜令到这间店的崩溃 但最主要的问题是 理由怎样解释 总之大家看到事分似乎觉得有点不妥 我不管那人是甚麽人 但他所有的态度或处理方法 一定是有问题 但我们又会想想 究竟会否有何事值得我们去做 做买卖或买升买跌 我又知道可能有其他人 也不敢说我自己熟 所以这件事不敢说 可以立即给到个答案 但起码大家应该会知道 其实现在航空业要顾及的事 就算内陆也好 你会发觉已经有越来越多事要照顾 还要有种族上或如何处理 甚至乎安检 即使昨天跌过或是会否又升 我都觉得不要这样想 无论什么地方也好 如果是种族主义抬头 可能会有很多狗分 其实这件事挺影响到美国 无论政治或国内企业的操守 或操作方面 现在遇到很多问题 这有多大影响 今天主要是讲两大件新闻 例如战争的号角声吹起来 是否有些商品或货币 大家关注 大家可以继续看 AUTO金市策略和户市策略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对我们话题有兴趣 可以上我们Facebook like我们的Facebook 另外上YouTube subscribe我们Sky Finance的频道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个交易日中 大家见面 多谢收看 拜拜